如果要是讲到综艺节目 很多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那些老牌综艺 比如跑男 王牌对王牌等等 现在的综艺节目发展很好 每年都有非常多的新综艺出现 但对比之下 还是这些老综艺更能吸引我 虽说节目的嘉宾阵容经常在换 甚至可以说已经在换 物是人非了 但那种精神还是在的 从开始到现在 十年之间跑男的嘉宾阵容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在邓超 陈赫 陆寒 三位离开之后 替补嘉宾基本上每年都在变 对于观众来说 想要两年看到一模一样的 原班人马都是一种奢望 当然 有三位老成员还是一直都很稳定的 每年都在 这也给很多老粉吃了一颗定心丸 不过 在最新开播的 奔跑吧 生态记中 仅剩的三位元老又少了一位 现在只剩下李晨和郑凯了 看到老成员减少之后 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太舒服的 毕竟有了这些老成员 观众才会有当年的那些回忆 在其他这些 后来加入的成员当中 有人还是非常稳定的 比如沙翼 自从加入到跑男之后 沙翼就从来没有缺席过 除了李晨和郑凯之外 沙翼绝对可以 算是相当稳定的元老了 相比之下 虽说周深和白露 自从加入之后的这几年都在 但谁都不知道 下一季会不会在 让人感觉还是挺不放心的 毕竟周深的专业是唱功 白露的专业是演戏 两位还非常年轻 有着非常好的前途 一旦要是有专业相关的工作 和跑男相冲突 两位应该是会毫不犹豫 放弃跑男的 在这些年的综艺节目中 为什么常驻嘉宾经常会变化 不就是因为综艺不稳定吗 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对于明星来说 综艺节目是临时工 而专业性工作 才是一生追求的事业 当然 除非是 你好星期六 这种周播的综艺 毕竟在这种周播综艺中 何炯算是有编制的正式工 这和其他综艺 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的 尤其是在 快乐大本营停播之后 原本有着铁饭碗的快乐家族 突然就歇菜了 这就更让人觉得 综艺不稳定了 正是因为综艺节目的不稳定 这也就导致了 嘉宾阵容经常会换 毕竟没有几个人 想一直混综艺的 当然 跑难 能够坚持到现在 依然有老成员 这一点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毫不夸张地说 要是哪一天 李晨和郑凯也离开了 那节目的收视率和口碑 都肯定会严重下滑 对于那些老粉来说 所有老成员离开 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想要再创辉煌 相当于是重新开始 难度非常大 在这一季的节目中 李晨 郑凯 沙翼 周深 白露 范诚诚 六位都算是原班人马 只有张真元一位新成员 这样的阵容 也算是不负众望吧 大家都知道 奔跑吧生态记是公益主题 和正片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不过 相比前两季的特别记来说 这一季是更胜一筹的 在前两季奔跑吧黄河片 哼 奔跑吧共同富裕片的时候 有不少吐槽无聊的声音 但是这一季却好多了 原本以为这一季 可以一直好评到收官了 谁能想到最新一期节目中 白露的一番话 让很多观众非常尴尬 白露的肺腑之言 触碰了观众的底线 跑难 节目组彻底被打脸 这次的主题是推荐图书 所有嘉宾一共分为三个队伍 在游戏中大家根据输赢情况 获得不同数量的腰封 获得越多的腰封词条 就能获得更多的优势道具 而最终决出 推荐图书的方式则是撕名牌 导演摇一天 在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 原话是这么说的 最终决出推荐图书的方式 就是你们之中 很多人都很期待的撕名牌 当姚一天导演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相信很多观众心情非常激动 试问谁看 跑难 能不喜欢撕名牌呢 更何况这次还是古装撕名牌 听到姚一天导演说 要撕名牌的时候 白露居然一脸抗拒地说 没有人期待 实话实说 白露这话绝对是肺腑之言 因为他太瘦弱了 在撕名牌环节 真的是不占一点优势 然而 听到白露这番话之后 真心觉得 他这是在触碰观众的底线 试问 跑难的观众 有多少是不期待撕名牌的呢 想当年 跑难这档综艺凭什么能火 难道说不就是因为撕名牌而火的吗 自从邓超 陈赫 陆寒离开之后 后来这几年的撕名牌 越来越少了 这让很多观众 一直都忍不住吐槽 话说看着这些嘉宾 每天都背着一个名牌 却不玩撕名牌 观众都觉得尴尬 尤其是在特别季当中 想要等到一个撕名牌 简直是比登天还要难 这次好不容易等到撕名牌了 观众可谓是满怀期待 没想到常驻嘉宾 却站出来表示不期待 毫不夸张地说 撕名牌是观众的底线 跑难 要是连自己的标签游戏 撕名牌都不玩了 相信肯定会有很多观众气宗的 观众日盼夜盼想要看撕名牌 节目组也非常努力 只要有合适的机会 就赶快给观众安排上 然而 谁都想不到嘉宾却不愿意玩 这真的就尴尬了 白鹿这话 简直就是在打节目组的脸 话说 白鹿没有一丁点运动细胞 单靠一个没有形象的鹿齿大笑 成为跑难的常驻嘉宾 这一点观众忍了 毕竟这也是很多观众的意思 在这些年的综艺节目中 有综艺感的嘉宾真的很难找 能碰上白鹿这样的 得确实应该让他常驻 不过 跑难这档综艺节目 应该是要有运动属性的 要是一丁点运动属性都没有了 那还能称之为跑难吗 白鹿没有什么运动细胞 这没什么大不了 毕竟这种东西就是重在参与 只要认真完就可以了 谁会计交那么多呢 不管是什么样的综艺节目 想要做得好 就必须迎合观众的喜好 观众喜欢看什么就要做什么 这么多年了 观众追跑难 就是想看私名牌 恨不得每期都有私名牌 白鹿却直接来一个不想玩 这不是在扫观众的心吗 真心希望白鹿能摆正心态 既然成了跑难的常驻嘉宾 那就是以身作则 不能说爱上每一个观众 期待且喜欢的游戏 最起码不要讨厌和反感 要不然会让人看得非常尴尬 当我们谈论奔跑吧 这个名字时总会让人联想到 一群明星在镜头前汗流加倍 笑料百出的情景 而在最新的一季开播首秀中 不仅有了新鲜血液张真元的加入 还悄咪咪地给节目 注入了环保和科普的元素 说来话长 这不是简单的跑难 而是跑得有深度的男女们 首先得提的是 导演组和制作方似乎下足了功夫 在节目内容上做足了文章 我们熟悉的孟子义 蔡文静 李晨 沙翼 周深 郑凯等人 依然活跃于屏幕之上 但这次 他们不只是为了娱乐大众 更是肩负起传递环保理念的使命 诸如回收旧物利用在创意 或是通过游戏环节 展示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等等 都让观众 在捧腹大笑之余颇受启发 对于张真元来说 这可是一次火线入队的考验 他不仅要迅速 与其他成员建立默契 并且还得面对镜头前后 无穷无尽的挑战 幸好小伙子表现得游刃有余 不失为节目增色不少 那些曾经因为欣然标签 而紧张兮兮的日子 仿佛已经烟消云散 然而 金字总会发光 但也不能忽视 其中掺杂的铜臭味 节目虽然在内容上 力图平衡科普与娱乐 但有时候游戏设定 就像那种你明知道答案 却偏偏要绕个大圈子 才能到达终点的迷宫 让人哭笑不得 比如说 在一个需要团队合作 推动巨型球体到达终点的任务中 设定了过多复杂 且看似与主题无关联的 规则和障碍物 虽然意图在于 考验团队协作及策略运用能力 但观众可能会觉得 这些设置稍显牵强 此外 在将科普知识渗透至节目中时 也显得略显生硬 观众们期待着轻松愉快地看节目时 被突如其来的知识点堵在半路 感觉就像是吃着冰淇淋 突然咬到豆子一样 让人猝不及防 尽管如此 奔跑吧 依旧以其特有方式 征服了大批粉丝 正所谓 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 成员们之间 那轻如一家的氛围和欢声笑语 让每周都变成期待日 最后说到底 奔跑吧 就像那位 幽默又风趣老师 在你还沉醉于课间笑话时 已经悄悄把知识点塞进你脑袋里 他告诉我们 即便是娱乐至死的年代里 找准角度和方法 玩出深度也并非难事 毕竟 在这个浮躁 快速消费文化盛行的年代里 慢跑的价值 或许应该被重新审视 和赋予更多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